新港科技创新合作的规则不兼容 标准不衔接 大门开了 小门未开 再由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主持的 开辟港深合作新天地创新科技研讨会上 来自香港、深圳的业界、专家、学者 就两地创科合作面临的问题提出具体建议 全国政协委员、深圳市政协前主席戴北方提到 港深合作、大门打开,但小门未开 他建议可从五楼四制 和特殊资金管理模式等方向 解决两地对接问题 利用深圳实施综合授权改革的契机 支持核套合作区 在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商流、物流 以及在法制、税制、科研体制、园区管理体制 这个市制、在这个五楼、市制制度创新方面 希望能够实现深港规则 这方面的深度的规则 在核套合作区、光明科学城、前海合作区等特定的平台 探索科创领域能不能够率先向港澳单边开放 推动深港科技创新要素的自由流动 对用于科研的中央财政资金 地方政府的扶持资金 企业的风投资金等 实行特殊的资金管理的模式 来解决现在资金过河难这个问题 创科发展离不开资金 香港资讯科技联会会长邱达根分析 港深的投资领域仍存在很大缺口 建议从私募市场方面加强量地合作 私募市场的话就是早期的风投 这个里面其实还有很多环节点可以推动的 香港私募大概我们的基金管理 管理2万亿的美元 深圳也是一个我们私募市场很大的一个城市 从香港的商务早期怎么上去 有个从这个投资环节 我们从私募市场也能做到 香港更好的合作 这个是对带动我们这些科创公司 从零到一 从一到一百到一百万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帮忙的环节 有达根环建议 两地可以推动风险管理机构的合作 去年那个深圳市外商管理法 其实也有改的一些不同的进步的一些法律 公司到大湾区去发展等等 这个我感觉也是希望我们可以探讨 在两市有更多的推动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微信